今天世界人权日我们将以一连串的新闻带你来关注重要的人权问题 新闻一开始我们就先聚焦马英九总统今天的人权日活动 马英九总统排定两项与人权活动有关的行程 在上午是先出席了第七届亚洲民主人权奖颁奖典礼 亲自颁奖给国际终止同济组织 那么在之后他是前往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参加2012年世界人权日开幕式的活动 两个现场都有抗议 抗议 还是抗议 先是受邀团区要求政府正式人权 再来是受邀出席世界人权日活动的人士 鼓噪要求释放前总统陈水扁 失控的场面 马英九脱稿说出彼此尊重 相互包容是自由与人权的价值 就是要能够彼此尊重 相互包容 这个是自由跟民权人权的价值 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们愿意检讨愿意改进 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秉持着一种 包容跟相互尊重的态度 这个才是我们台湾人权向后发展的重要的观念 表示政府愿意检讨 也希望民众相互包容 不过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 严肃的人权问题 当然不能只是让政府拿来口头消费 他一直在回避中国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中国才是整个世界现在人权被迫害 最厉害的地方 中国对他来说 他不存在 他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有恐惧 我们希望帮总统去除他心中的这块恐惧 马英九特别选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 出席第七届亚洲民主人群奖颁奖典礼 除了颁奖给国际中止统计组织之外 也强调中华民国对人权的保障 民主基金会的这个奖 到现在搬了很多届 应该五届或者六届 没有一届是搬给中国人权人士的 想呼吁马总统说 就是你要把这种关怀落到实处 最好让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你是怎么关怀的 而不是仅仅说我们要关怀 一二一零世界人权日 台湾作为华人民主灯塔 身为元首的马英九 在未来的任期内 也许必须正视关键的人权问题 才能不复台湾过去 为求自由民主所走踏过的泄露 新团电视 曾义豪 张元亭 李津津 台湾台北 才能知道